嗨,大家好,我是使用CF主持人 一定久违的风格解析系列回来啦 那这一期我们讲的是一个 几乎适合所有人所有风格的穿搭法则 也就是娘们平衡 那今天这期其实已经是下集了 上集呢之前发布了 大家都说非常好 请记得一定去补个课 然后上下两集视频看完之后 你再看到一件衣服 就能马上判断出 它的风格适不适合你 以及怎么做搭配了 那娘们平衡的娘 其实就是女性化 然后man就是中性感 具体判断我们上一期刚讲过 就大家可以通过看 线条、材质、颜色图案、装饰物 这四个维度来判断 一件单品的娘man属性 那今天我们就是讲具体来讲 就是不同的风格的女生 怎样选到适合自己的衣服 然后呢就是真正耐看的 娘man平衡的搭配是怎么样的 你以前是不是以为 娘man平衡就是这样 上身man下身娘 比如皮衣配纱裙 错 其实这种强烈冲击的搭配 对个人风格 还有单品的选款要求 都是比较高的 这样呢可以说是娘man冲击 或者是娘man碰撞 那真正的娘man平衡 是上下装 都是娘man平衡的单品 这样子呢 衣服本身会比较有质感 然后同时二者的娘 和man的程度都差不多 这样呢你一身搭配下来 风格的属性区间 也不会差太多 那我们先用卫衣来举个例子 我们先用前面说的 四个要素来判断一下 你觉得这个卫衣本身 是不是娘man平衡呢 觉得是娘man平衡的请扣一 不是的请扣二 那揭晓答案 它其实是娘man平衡的单品 而且是风格更偏向娘一点的 比较适合暖风格的女生 那我用这个维度做一下量化 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现在已经忘了 怎么样去判断这四个属性呢 请记得戳一下我的上集视频 那我这次也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说它的线条是蛮中带娘的 因为整体一眼看上去是比较利落的 但是它还有一点灯笼袖的设计 袖口的位置增加了女性感 所以是蛮中带娘 那颜色图案上它是粉红色 是娘属性的 但是它又没有一些非常女性化的图案啊 或者说碎花式单一的大色块 是比较中性感的 那这样子呢就是娘中带蛮 我们跟其他卫衣对比一下 就会很清楚了 像粉红色是这样的比左边的就更娘 比右边的更慢 那接着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趣味小答题 如果你要给这件粉红色的卫衣 搭配一条裤子 然后我给你三个选择 一是之前比较流行的炫崖裤 二是修身直筒牛仔 三是最常见的紧身牛仔裤 你觉得哪件最适合呢 一二还是三 大家可以把你心目中的答案扣在弹幕上 然后看看多少人和你讲的是一样的 那其实最合适的是中间这条裤子 因为娘蛮平衡的搭配 我们本身也需要考虑裤子的娘蛮程度 左边这条呢 长线条加厚实材质加破洞 总体来说就是中性感 休闲感太强 然后右边这条呢 就是比较凸显女性特征 材质是比较柔软贴身的 是比较娘的单品 然后中间这条呢 线条是比较利落的 但又露脚踝 就是蛮中带娘的 整体来说 它的各个指标是娘蛮平衡的 同时会更接近一点娘属性 那这样子它和上衣搭配起来 就有一个共通之处 也就是都是偏娘的 然后同时呢 它们又是各自娘蛮平衡的单品 这样你的搭配就会比较耐看了 那答对了的姐妹 是不是心情很舒畅 那就请先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那答错也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个 内外搭配的平衡的例子 就是秋天我们经常会穿长裙 然后外面套个风衣嘛 那我之前刚好看到这条裙子 它是非常典型的娘属性的单品 那我们就一起来试着搭配一下 也是三个选择 下面三款风衣 你觉得哪一件更适合这条裙子呢 按照娘蛮平衡的方法 你选一二还是三 也请打在弹幕上 那公布答案是一号风衣 从左到右 其实风衣的材质就从柔软到挺阔 然后蛮属性的装饰物也由少到多 所以气质就是更中性化 整体的风格就越来越蛮了 那我们搭配女性化的裙装的时候 如果风衣材质太硬 还有像肩章啊防风布之类 军装风的这种蛮装是太多 它穿在身上就会像铠甲一样 就有点变成娘蛮充逼了 比较挑人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不同冷暖风格的女生 怎么选适合自己的娘蛮平衡 我们之前已经给风格做过分类了嘛 冷暖还是冷暖之间 那本身长相气质偏冷风格的女生 最好先从四个要素里面保证 你的线条是蛮属性的 其他有一到两个娘属性就够了 拿上一来举例一下的话 这个范围是比较适合冷风格的 我徐先生给它圈出来了 那大家选单品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不出错的思路 就是利落的线条加挺阔的材质 这呢就奠定了麦鼠型的基础 然后你再通过一些颜色图案或者装饰 加入一些比较克制的娘的元素 像CC这套就是比较好的示范 它上衣和裙子的线条都是很利落流畅的 然后材质也比较挺阔 这样就把它冷的基调拿好了 然后呢是加入一点娘的元素来平衡 那如果你觉得它的材质有点太硬朗 那你把它变得软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你改变材质的感觉 也能中和掉硬朗的感觉 那第二个暖风格的女生 很多人可能觉得我长相比较暖 那我娘蛮平衡 我就是要穿很硬朗的 蛮属性的单品 就穿皮衣啊飞行员外套 其实这样子就完全不适合你 就硬拗这种帅气感 很有可能会淹没掉你自己本身 比较适合的那种女性化的暖风格的路线 暖风格的娘蛮平衡基调偏暖 但是也是最好保证一到两个蛮属性 最简单的就是线条保证买属性即可 那这样呢你再添加其他的一些娘的元素 比如装饰物啊图案啊就不会太甜腻 比如说这两件碎花裙 像左边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 暖风格的女生可以穿的 不会显得过于太甜腻啊太吐气之类的 材质上呢也可以把握好你柔软的程度 太软了会比较没有质感 然后太硬又会有点像盔甲 颜色图案装饰这些要素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成熟度来增加 那你风格越年轻越活泼呢 你就可以加的多一点 那第三种冷暖之间 气质在冷暖之间的话啊 你可以尝试的范围就更广了 只要是娘买平衡的单品都可以 那同时搭配的时候 可以像我们第一部分说的那样 单品的偏向比较接近 然后另外很多冷暖之间女生 其实可以用你的妆容和表情 来配合冷或者有暖的气质 往你想要的风格去靠拢的 比如说妆容上你的眼睛加大高度 加大开口画得更圆 然后眼神也更温柔一点 那么风格就更暖 然后反过来就是另一种冷风格了 那如果你的身材很好 然后时尚感也很好 也可以尝试一下娘买冲击 总的来说呢 娘买平衡是一个很好用的技巧 大家不要把它局限于娘买冲击上 因为混搭的那种街拍虽然很好看 但很多博主啊明星 他们的气质是可以冷暖切换 然后同时身材又好 就不一定适合我们所有普通人照搬 那下一期视频我在想 是先做以前写过的 你要不要留刘海适合什么样的刘海呢 还是先做四大身材骨架的专题呢 那请大家发弹幕投票吧 想看刘海就打刘海 想看骨架就打骨架 我们下期风格解析见吧